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陈毅资讯 在2011年的那个时刻 陈毅首次登上了电视屏幕 那可是她首次在大热电视剧王的《女人》中亮相 只不过饰演了陈晓的一个不起眼的疏童角色 此时的陈毅虽然还只是个稚嫩的新人 却怀揣着无尽的期待和紧张 站在了偶像陈晓身旁 内心复杂无比 既欣喜若狂又坠坠不安 作为一位刚刚踏入演艺圈的新人演员 能够在这样一部备受瞩目的大制作剧中 得到一个唯不足道的角色 实在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她深知这个机会的来之不易 于是下定决心 全心全意地向各位前辈学习 他们的表演技巧和风范 然而 那时的陈毅绝对无法预料到 仅仅12年后的今天 她竟然有幸与曾经的偶像陈晓并肩而立 成为了古装剧界的新晋顶流明星 时光荏苒 往事如烟 12年的时间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然而 对于陈毅而言 这段岁月却是一段充满挑战与魔力的奋斗历程 在这条道路上 她历经了无数的挫折与困难 面对如此艰难险阻的困境 陈毅究竟是如何坚持下来的呢 在最为脆弱的时刻 她是否也曾萌生过放弃的念头 这些问题我们都无从知晓 但是 从她坚定不移的努力中 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她对梦想的执着追求 这种精神是常人所不能比拟的 即便遭受他人的质疑 甚至是被众人嘲笑讽刺 她依然坚守初心 从未放弃 陈毅以实际行动诠释了百折不挠的深刻内涵 她对梦想的执着令人钦佩不已 陈毅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梦想 她坚韧不拔 一路走来饱经沧桑 在拍摄古装剧莲花楼期间 由于戏份中的大量武打动作场面 她的身体数次承受不住 多次进出医院接受治疗 尽管伤痕累累 但她从未想过就此止步 那段时间里 粉丝们看到的是 每当陈毅身批戏服亮相之时 她总是英勇威武 气宇轩昂 然而 显为人知的是 她曾在片场连续多日富商拍戏 身上布满了余青 即便如此 她也从未向任何人抱怨过半句 在一次次的颠沛流离之中 陈毅以实际行动展示了百折不挠的真谛 她对梦想的执着令人敬仰 然而 与此同时 她所在的经纪公司 却未能给予她足够的支持和关注 陈毅所在的公司 对其发展严重限制 不只让她反复演绎 同一类型的古装偶像剧 甚至对她所展示的其他才华 是若无睹 在为她提供带领新人机会时 该公司也未曾考量 这些项目是否能够更好地 发挥她的优势 更为可笑的是 就在陈毅主演的古装剧 《莲花楼》即将面世之际 这家公司居然实施了所谓的防暴策略 使得这部优秀作品一直未能冲破热门电视剧收视率的万点大观 这样的待遇 被关以顶流的名号无疑是对她的侮辱 即使是尊贵如太子的称谓 对于陈毅来说也是过于空洞 或许 最为恰当地称呼应是侄子公司的保守和压制 恰恰是陈毅这颗侄子无法释放潜力的根源所在 然而陈毅依然坚定地追求梦想 期待在未来的某一天 她能真正闪耀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赢得观众们的赞誉和认同 尽管陈毅的事业已经崭露头角 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但她始终保持着谦虚有理的态度和行为 在各类娱乐圈的盛典活动中 她常常显得有些困惑 似乎有些无所适从 如同一位刚刚踏入这个领域的新人 例如在爱奇艺尖叫之夜的舞台上 她竟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一度犹如迷途的小学生四处寻找方向 当主办方邀请她登台时 她全然不知情 直至曾瞬息将她拉至台前 她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 尴尬的后退半步 仿佛那个声像她的麦克风是一枚烫手的山芋 类似这样的愚钝表现 在陈毅身上并不罕见 她是典型的2G网络使用者 即少使用手机上网 因此对许多新兴事物感到陌生 许多时候 当她仍热议的焦点话题摆在她面前时 她总是一脸茫然 然而 正是这种朴素无华的举止 反而展现了陈毅内心深处高尚纯净的人格魅力 在一次荣耀颁奖晚会上 当所有奖项均已颁发完毕 其他嘉宾纷纷离去之时 唯有陈毅一人仍坚守在原地 全神贯注地聆听台上的歌声 并热烈鼓掌喝彩 待到全体演职员工领袖致辞完毕 她才缓缓从幕后走出舞台 依依向所有人深深鞠躬 全心全意而礼貌地道出 她那最真诚的感激之情 就算四周围寂静无声 空旷无人 她也毫不动摇地坚持到了最后 恍如在她的目光之中 即便只有一位观众在场 她也会毫不犹豫地献上热烈的掌声 以及深深的敬意 诚意之所以能够赢得如此广泛的赞誉 除了她精湛的演技之外 她那谦逊有理的高尚品德 更是她独特魅力的闪耀之处 她的每一个表情 每一个动作 都流露出她内心深处 那份纯真善良的气质 这份清新脱俗的气质 正是她最为珍贵的品质 诚意谦逊有理的高尚品德 正是她内心深处那份珍贵品质的一扇小小的窗口 她的举手投足之间 无不散发出一种清新而独特的气质 这份清新之气 源自于她那颗纯真善良的内心 在这个充满虚伪浮华与喧嚣的娱乐圈中 诚意却以她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保持内心纯净的重要性 她就如同一股清泉 在这浑浊不堪的海洋中静静地流淌 永远不会被污染 对于一名演员而言 纯真的心灵或许比满腹才华更为难得 我们常常可以在优秀的表演中 感受到演员内心的清澈透明 而诚意正是如此 无论是剧中那个英勇威武 身披划长的英雄形象 还是现实生活中那个朴素无华 人格魅力令人钦佩的她 都是那么的引人注目 这种内外兼修的修养 实在是难能可贵 有人认为 正是因为诚意的不聪明 才能让她全身心地投入 毫无保留地追逐自己的梦想 而这种不聪明 实际上正是一种纯真善良在内心深处的驱动 她促使诚意只求全力以赴 对外在的名利却毫无欲望 也许正是这份罕见的品质 最终让她攀登上了事业的高峰 成为了古装剧界的新星 当年那个在陈晓身边默默无闻的小跟班 如今已经成为了古装剧坛的顶流 时光荏苒 转眼间十多年的岁月就这样悄然逝去 细数陈毅先生的人生旅程 可谓曲折兼心 然而正是这种跌宕起伏的经历 使她更加深刻地领悟到珍贵与不易 一路上 她饱经风霜 承受无数的质疑与冤屈 然而她对梦想的执着信仰始终坚定如初 尽管浑身伤痕累累 可她咬紧牙关 奋力前行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何谓百折不挠的真意 今日的辉煌成果 正是她对理想滋滋以求的回报 是她华丽转身的见证 她以谦逊有理的人格魅力告诉我们 真诚永远是赢得胜利的关键武器 愿她能够坚守初心 在人生的汪洋大海中永远不会迷失航向 如同一股清泉般 散发出迷人的芬芳 熏陶着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诚意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call